你这个心狠手辣的淫妇 赵基穿了穿你的凤袍 将他害死了 其实手里拿着朕的手遇 你就把他打入大牢 好大的胆子 62岁的汉高祖刘邦遇感到大陷将至 生命的最后 他最担心的就是皇后吕志势力太大 很可能会把持朝政 为了不给继任之君留下隐患 刘邦借着吕志逼死赵基 逼妻夫人下狱 私自出宫过夜大发雷霆 婢女过来解释也被他一顿训斥 你这个小贱奴 你来探户他冤枉什么 直到听说吕志当天是为婢女和沈一基主持婚礼 他才不得不收手 然而刘邦还是以吕志霍乱宫境为由将吕志打入冷宫 将皇后打入冷宫 永远不许见真 为了顺利将大汉传下去 此时的刘邦已经无所顾忌 任何人想要阻碍大汉江山 他都不会放过 可身体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在与韩信交战时寿的剑伤一直未好 很快御医就下了病危通之书 刘邦却还有好多是放不下 叫来曾经一起打天下的老臣托付后世 他48岁斩白蛇起义 54岁在定逃称帝 好不容易才打下如今这片天地 然而昔日的老臣却是一个接一个造反 都要自立为王 为了让天下永远信留 刘邦要最后与一众老臣做个约定 刘邦恐怕怎么也没想到 他以白马定下的誓言 在他驾崩的三年后就被皇后吕志推翻 姓吕的王侯甚至比刘姓的还多 早就发现吕家势力太大的刘邦 也想在最后彻底铲除这个隐患 决定废掉吕志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 改立七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 七夫人在朝中没什么势力 还需要一众老臣的辅佐 也没有后宫干政的风险 然而刘邦曾也几次提过费力太子一事 却都被群臣阻止 这一次铁了心的刘邦提前赐刘如意上方宝剑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如果有人敢敢反对 你就用朕的上方宝剑前战后奏 他却不知道 这一切都被不起眼的宫女平儿 告诉给了太子刘盈 知道事关重大的刘盈 第一时间禀告给了被打入冷宫的吕志 刘邦特意派来的护卫在二人面前 直接成了摆设 不后不皇爷受命草诏 明日改立如意为新皇太子 侧奉新皇后 一旦刘邦下诏 刘盈就成了废太子 吕志也不再是皇后 倒是他们将一点机会都没有 被逼到绝路的吕志决定放手一搏 用手里的虎符调动南北进军 打着清军侧的名义 逼刘邦退位让刘盈继位 可虎符在他寝宫里 如今外面都是监视的护卫 吕志根本一点机会也没有 他只能让婢女轻儿冲出去 两人装出一副争吵的样子 立马便让外面的侍卫露出了破绽 趁着侍卫都在关注吕志 轻儿趁势逃了出去 按照吕志的指示成功拿到虎符 恐怕刘邦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准备万全的计划 会毁在一个宫女身上 拿到虎符的轻儿连忙 找吕志的南军统领大侄子 吕产 吕将军 有虎符在此 速速调动南北进军和六宫素卫 快去救救娘娘啊 此时的吕家人 早已经一容俱容一损俱损 吕产没有丝毫犹犹豫 可他们真能阻止刘邦吗